您所表演的这个节目名称叫什么呢? 叫梅花泪 这个节目来自中国的哪个地方呢? 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舞曲吧 这个节目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节目就是表现了一对男女爱情的一个可歌可泣的一个故事吧 就像歌词里边说的那样 那日君一别 今又雪花飞 思念你的泪 醉了那枝梅 谁说梅花没有泪 只因冰雪还未 寒透梅花锐 这个节目呢 就是主要表现了这个男女分别以后 相互思念的一种情感 您演出所穿的服装来自中国的哪个地方呢? 来自中国的江南吧 您为什么喜欢表演这个节目呢? 因为我喜欢跳这个古典舞 民族舞和这个形体舞 这个舞蹈就是 典型的一个古典舞吧 然后再配上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服装 这个中式这个服装 然后再一个手刺绣的这些 手工刺绣的这个梅花 所以他穿上这套服装 就更衬托了这个舞蹈的 妩媚动人吧 那么您还有什么关于这个表演节目的故事 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呢? 我们在这儿 肉子这个水边呢 经常晚上没事了 姐妹们出来在这地方跳跳舞 也就是锻炼锻炼身体吧 互相交流 交一下朋友 然后互相通过这些传播 这个中国文化 在一个在这个肉子这个华谊社领导的主持下呢 经常带我们去一些这个地方的养老院呀 去问问一下老人 献爱心 有时候也参加一些大型的一些公益活动 比如到市政厅参加一些表演 通过这个呢 就是传播我们这个中国这个文化 发扬光大 我怎么会有这些偶尝的 转拉我们的带交流